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谈谈你 我认识你 所以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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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let it burn, baby It's hard to fight Let the table turn, baby It's hard to fight I just know I feel so good Don't you know I feel so good I just know I feel so good Tonight I don't care if this turns into a ride Let's get reckless, turn this place down to the ground Turn the music way up loud Can't nobody stop this day I just know I feel so good I just know I feel so good I just know I feel so good 各位地球的朋友 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 欢迎来到火星情报局 欢迎各位地球代表来到悠悠 悠酷和银河酷于联合出品的火星情报局 第四阶段的最后一次会议现场 为什么最后一期大家那么开心 无比的开心 对啊 我们应该依依不舍才对啊 我们应该很拥胜才对 你明明很开心 你说早就不想录了 好了 远春围观火星会议只在优酷 我是局长 欢迎各位 X23全席幻彩超大广角 发现更多美北极会议由VIVO 独家冠冕播出 这就是叫跑SUV克里亚克GT 感谢SKASUV家族对本局会议的特业赞助支持 首先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火星情报局最年轻的副局长 杰斯汀 欢迎 欢迎 杰斯汀好像你做完之后有人 好像对你还是有一些评价啊 他们可能觉得我就是 怼人怼得比较厉害嘛 说我太狂了 嗯 但我觉得就第一期来嘛 没有那么的狂了 然后这一次来就还是 要展现下真正的自己 李希侃做好准备了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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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年轻人你想想你虽然呆了几次 但你终究是假副局长 哎呀 哎 有飞而来耶 但你看今天娄直播已经带人来了 已经开始带人来一起打了 这其实不是我的人了 杰斯汀这是你带的人吗 对对对 这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新晋高级特工 黄欣纯 哇 大家好 我叫黄星纯 这次来的目的呢 主要是帮我们甲副剧长 稳固一下他的地位 然后呢 顺便来看一下我的弟弟李希侃 哇 叫哥哥好不好 没打没笑 这太好了 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特别棒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来欢迎 优秀的地球代表 我们首先欢迎我们最爱的表述 黄帝尹小军 薛兰 接下来给大家欢迎 今天把型特别爆的 丹波老师 火 好煞呀 好了 这位特工 火星第四季收官会议 现在开始 在这之前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本期会议还有一枚寻章 需要搬出 直接影响本季的王牌特工的归宿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有徽章的都已经别在他身上 好重 我这边好重 我刚刚走路 其实如果我不撑着的 我可能都有点这种 就往这边偏 而且杨迪心机特别重 他为了显得徽章特别多 上面还带了一个金的手势 我给大家数一下 一记下来我有几枚 这个不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 没有啦 六枚 六枚徽章对 秦峰 三枚 但是不要小看我这三枚 我这三枚的含金量可是很高的 每一枚的后面都有一个 喵喵奖杯 那你说出分别是哪三个喵喵 分别是哪三个喵喵 我们回顾一下 来 哈哈哈哈哈哈 哎把少的先收掉 我是对称的两个 然后接下来隆重的把勋章排成爱你的形状的围位 我也是有六个 是我们这一边撑门面的 对 白头白头 白头 哈哈哈 你是我见过 勋章最多的特工 所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次会议 其实真的就是 维维跟杨迪之间来决出谁局长徽章最多 维维如果今天你获胜了 你想带谁出去去哪旅行 我其实跟杨迪有说好 就是如果他赢了带我 我赢了带他 我跟刘薇都说好了 他赢了带我 我赢了带Justin 维维 我觉得要么就是刘薇哥也带我好了 哈哈哈哈 你这徒弟是亲生的嘛 哈哈哈哈 好了 我觉得最后一期 我们应该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因为2018年马上就要过完了 每个地球人到这个时候呢 都会有一些个人的总结 看看自己的这一年过得 到底怎么样 取得了什么成绩啊 失去了什么呀 然后又达到了什么样的目标啊 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火星前方就第二季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字来总结了自己的 2016 再过几天 应该就到了2019年了 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特工 同样再用一个字来总结自己的2018年 那我先来吧 来 太好了 好 接下来梦辰 第一个字 笔墨只焰伺候着 哎呦 有笔风 哎呦 一 哎呀 挑最简单的鞋 场 大厂 大厂男孩 大厂 沈梦辰在抖 对啊 你刚才说沈梦辰在抖的时候 我好害怕他写上沈梦抖啊 好 有了 有了 这个就是我今年的总结 你知道为什么我写这个物吗 为什么 因为今年2018年是物须年 抖年 对 其次是因为我今年真的太衰了 衰到除了成为了前于一姐 什么大事都没有干成过 哪有 就是有很多的很好的戏和综艺找我 就眼看着马上就要成功了 结果机会就溜走了 所以就是离成功差了一笔 对对对 所以这个物字呢 就是我2018年最真实的写照 就是每次很多事情就差那么一笔 就成功了 哎呀 哎 你们看 沈梦辰只练了物和沈梦辰 这一笔一看就是自己本来很 沈梦辰 我今年真的太倒霉了 因为我一直都很想去演于正老师的戏 在好几年以前 我们一起做一个综艺叫全员加速 于正老师就说 这个女孩长得还挺好看的 以后可以来演我的戏 可是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两年 杳无音讯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我错过了演戏攻略 这个太可惜了 但是上一次于正老师来 你就可以继续跟他深交一下 讨要一下角色啊 讨要一下角色 他又时辰大 但那一次不好意思 我要到了角色 但是到今天他没有联系我 我决定在微博上撕他 局长就是他是错过机会 我是错过财富的事情 真的 就在一个月前距离一辆四百万的世界豪车 就是直尺之遥 但是势之交臂了 11月24号为了庆祝埃基夺冠 王校长就做了庆功宴 准备很多奖品 作为主持人我就每一个奖号 我自己都记得 因为我自己是22号 哇 有机会 最后一个奖 王校长自己来抽 他抽出来 你们觉得是几号啊 我觉得是2 然后他 一拉拉腿真的是2 因为20多号已经好多人都中过奖了 能够有这个中奖机会的也就三到四个人 你知道那个时候血液冲上头 腿站不稳 然后脑子里面各种各样想 车子停在哪里 第一单到哪里去接人 第一单 第一单 马上去拉人是吧 对啊 结果邦邦邦邦邦拉出来 轰一下子一块 20号 是他的大学同学 就差2号 你当时的表情管理还好吗 你当时已经 恭喜 恭喜20号 我今年我也几次听到孟晨说 自己好像有一点点不顺 那作为局长 特别是看着他十几岁长到 现在我特地为你准备了一份 跨年的转运礼 大家好 我是杜锦礼 听说孟晨小朋友 在2018年里面过得很辛苦 所以我杜锦礼特意给他转运来了 你每次路火星的时候 作为一个朝夕相处的人 也能感觉到你在这个节目中可以 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 你身边又有局长 又有这么多的哥哥姐姐 弟弟妹妹们可以陪着你一起成长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幸福的事情 所以 2019年 我作为锦礼 我祝你恭喜发财 祝你早生贵子 祝你一年爆俩 祝你新婚快乐 还等什么呢 好开心呢 新婚快乐 早生贵子 恭喜孟晨姐 恭喜恭喜孟晨 他好像需要你帮忙一下他 好像 需要有点事麻烦你一下 对 2019有这个打算吗 对 2019 人家都已经说新婚快乐 而且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秋婚的 是第一次啊 这个我 我说了不算吗 不不不 不是你说了不算 他说了不算 你说了才算 其实我觉得2019年的这个字 我已经帮你想好了 这一个喜字 双喜临门 对 对 可以 所以你看啊 刚才那一笔加上是一个成嘛 成双成对 成亲成婚 要成家了 对 真的 我怎么没想到 是这样 2019年 如果你们真的要办这件事的话 第一 朱真来主持 对 第二 我去证婚 然后呢 伴郎 所以你挑 有 伴娘 雪芙 对对对 肯定的 他是想伴娘是唯唯扬帝 什么啊 我们就伴郎 还有 花图 金 小伯 我画了 我画了 可以可以 所以 明年你只要办 火星情报局要风风光光的把你嫁出去 大家的到时候都去啊 分子钱也要交一下啊 快 二零一九年开门好 成 成 成 等着啊 成 成 好 接下来谁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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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给我私信 你特别特别垮 请你赶紧离开火星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垮 在精彩跟垮之间 应该还有个更重要的维度 就是成长 我的绝招现在是接到一个话题 我第一时间 杨迪会怎么去反应 孟臣会怎么把一件事 微妙微笑地说得你很有画面感 前锋会怎么样去弄垮 很搞笑 但是觉得他不讨厌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 你们所有的人在合适的时候 都会上我的身 上我的身 上我的身 有没有 上身 我先说我的第一个疑惑 火星情报局第四季 已经马上就录完了 我一个徽章都没有拿过 那你对我们这些拿了 我只有四个字 视而不见 除了说我卡以外 第二个词最多的就是说我丑 这个不是误会 等一下 田园这个丑是可以理解的 我就说说我的第二个疑惑 我真的长得不帅吗 我先走了 不帅 照照镜子 我承认我没有那么帅 你看我们俩站在一起 差太多了吧 对 就要老 你比错对象了你知道吗 那杨迪咱俩站在一起 我和袁哥你们选择谁 杨迪 你后不后悔吗 你说你后不后悔吗 我有丑吗 一般 我 我宁愿你说我丑 我没有一般 我觉得其实吉吉长得很好看 她主要是气质上 气质丑 气质丑更没得救 不是 这第三个疑惑 你说我演得这么好 这一年为什么没有人找我演戏 因为长得丑 太过分了 其实说句实在话 因为我也上了演 演得太深了已经 然后袁哥看我上了以后 他让我帮忙去给导演说一下 我真的说了 他们以为我开玩笑 他说田园是演员吗 他们有这么一个疑惑在 田园只是田园呢 田园就是田园 不说一块地吗 没有了 就这个事就没有下文了 我帮他问过了 不了了之 就你很想上那个节目 我很想上节目 我很想让别人知道 我也挺热爱演戏的 我想大家看到 我不一样的一面 其实我们都说 三时而立 四时不惑 你看这个疑惑的惑 是心上面有太多太多的可能 你内心有很多东西不坚定 只要你内心还有梦想 还有追求 伴随梦想和追求的 就会有疑惑 因为你怎样 把这个梦想和追求 完成的更美好 这是你内心的痛苦 我觉得这种痛苦是美好的 好 接下来谁来 我来吧 局长 刘维练过字 低了一个墨了 这手抖的 这写个繁体字 好 刘维 好丑 我在介绍归之前 我想抱一下局长 怎么了 就是想抱抱你 好吧 你今年已经归一了是吗 因为没有火星情报局 我就不能回归舞台 所以我首先第一个要抱局长 对 我以为从2016年起 就一集没有落 48期 我没有走过一期 没有走过一期 其实我觉得就是2018年 可能对于我来讲 我最大的坎儿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 越来越不好笑了 我讲的故事 也越来越没有趣味了 好笑 伟哥你是最棒的 其实特别希望就是 我在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同时 我可以回归 做一个歌手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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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我把节目可能带得有点丧了 丧倒是不丧 只是让搞笑的人觉得 我们搞笑怎么了 开玩笑了 开玩笑 感谢每一个在火星情报局 帮助过我的人 然后最后我特别想感谢的就是 因为我这个规字 就是希望可以回归 成为一个歌手 在这条路上 说实话很多朋友帮助我 文哥 文哥的情侣衫 谢谢文哥 爱不解钱 解解解 聊到这么煽情 真不想提这个事 但是你当回事 然后在音乐路上 我其实还要感谢特别多的人 但是有一个人 在2018年 我特别要感谢一下 就是汪苏龙 因为汪苏龙在给我写歌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在综艺上其实挺好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 有一个人给我写了一首叫《枪》 枪吊的枪吗 对 就是枪吊的枪 然后他就给我简单付出来 就是枪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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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 真的假的 真的 谁啊这是 就是他希望我可以还原自己在舞台上的样子 但是那真的不是我 然后我收了很多歌 当时汪苏龙就毅然决然地送给我一首歌 他当时没给我要钱 没有 我 那个意思 他不要是他不要的事 我得要 汪苏龙不但歌曲没给我要钱 而且汪苏龙在最后出那首《哑巴》的时候 就可能很多艺人都会帮你转发微博 但是汪苏龙不是转发 他是自己编了一个剧情的视频 然后介绍这首歌是刘维的哑巴 希望大家去听 我当时觉得特别感动 我觉得没有人把我当成一个很好的歌手 可是他把我当成一个很好的歌手 那一刻我觉得 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想感谢一下 汪苏龙 汪苏龙是我们老汪家的 对 唯唯特别特别感谢 火星有真情 火星有真爱 汪苏龙会不会来到我们会议现场呢 各位请看 我就像一个傻瓜一样 给不了你最想的能不能想 付出了我却不永远 然后再放任你去流浪 我就像一个傻瓜一样 大家好 欢迎 终于来到这里了 因为我刚跟刘维认识的时候 他还不是很红 那时候他正好是事业的低谷 现在也不红 没事 因为他是一直做综艺 一直做综艺 然后我就真的说 我说刘维 你要好好地回归一下歌手身份 对 你一直做综艺 应该回归一下歌手 综艺我来录 其实刘维一直都很感动的点 就是我写歌没跟他收钱嘛 其实没什么关系 因为我给钱峰哥也写了一首歌 其实也能收钱 对 借此机会真的 也要特别感谢一下龙龙 这次我也带来了我的支付宝 你看 但是我真的要讲一下好不好 我写歌还是要收钱的 各位朋友们 还是要收钱的 对不对 我们是有成本的 还是要赚钱的 我曾经答应过维维 如果说他要是打歌的话 一定要在火星 对 不如今天在总结会上 你跟龙龙一起来合作 他给你写的这首新歌好不好 好 然后这个是全宇宙第一次唱这首歌 也是他第一次唱这首歌 对 来来来来来 你的美丽忧愁 我能不能拥有 不要眼神还一个人喝酒 留我独自守候 我的烦恼 是我不懂你的烦恼 我的难受 是你每次难受 我都能感受 反反复复小心翼翼的 是他很久很久 原来你一直有男朋友 我该我自作自守 嘿 当你和他牵手 我的眼泪在流 感谢这一种 从车心扉的感受 我从不曾拥有 请别回头 别暂时你温柔 祝福你们到幸福快乐的宇宙 我再不用为你找借口 好好听啊 哇 好听 好听耶 好好听啊 这玩意你觉得咋样 好听 一首好歌怎么评判 就在刚刚那么短暂的时间 大家记没记住 他的副歌旋律 对 反正我是没记住 但是刚刚刘薇唱歌的时候 不小心又透露一点综艺范 他跳舞的时候 人家汪苏龙在唱 刘薇在旁边这样 我特别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在这里 你快你快你快 我都已经绷不住了快 因为汪苏龙呢 其实他一直跟我说 他特别喜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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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特别想推荐他在第五季 同意 好 好 今天就坐着 今天就坐 其实我来我都不用坐在那里 我都站着都可以 我们站着 不不不 我就站着 我站着 还坐着吧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 大家都在录这个节目 然后我其实我自己也很想很想来 我就想为什么这个节目不给我打电话 大家不知道我跟韩哥的关系吗 我在外面都是韩哥野生的儿子 野生 野生 但是呢我要说句真心话 龙龙从来没有因为这个事情 跟我发过一个信息 对 他只要但凡跟我说一句 我能不能来路火星 你肯定避嫌 举嫌不避欺 龙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真的 他完完全全是可以胜任的 所以我觉得做事有头有尾 我们从2018年的最后一期 开始到2019年的第五季的第一期 好吧 我们就这么延续下去 好 来 欢迎新进高级特工王苏龙 好 接下来谁来写 老师等一下 不是老师 徐医长 关于最后一件事 特别遗憾的就是老薛没有归来 对 就我觉得很多网上的人太不善良了 是吗 所以 其实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为什么不回来 但是我 他做的一切的决定 我们都是非常支持他的 很遗憾 我看第四季了 三季每一集的最后一期他都在 只有这一季他没有在这个舞台上 但是 其实我觉得他和 在这个舞台上是一样的 我能感受到他的温度 嗯 所以我希望 老薛可以早日归来 好 回到火星 嗯 在这里我们也要祝愿 薛绪谦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能够平平顺顺的 少一些风风雨雨 多一些平平安安 对 其实很难去说一些 或解释一些 让全世界都能够满意和幸福的理由和借口 其实说到底 就是日子是自己过 无论是爱情和友情 其实很多事情是要对视的双方 内心能够知道 其实就可以 是 我们其实内心都有带着这一份 等他归来的这本词 对 加油 薛绪谦 好 接下来谁来写 就由我火星警理来 你什么火星警理 因为我为什么说是自己是火星警理 因为我得了三枚徽章 而每一枚徽章我都得到了喵喵 杰梦 说实话 这是操作失误 对 做梦也没想到 今年我就有新意了 我告诉大家 这个字怎么都不是从中间开始的 加 那你把这个字就送给孟传就好了嘛 对 落款落款 哇 这个字写得丑的呀 越描越黑了 你看这两个字像不像恶风了 为什么是家呢 因为我2018年又让大家重新认识了我一遍 因为我参加了一档节目叫我家那小子 但是我没有想到在私底下 大家还是那么喜欢我 真实的我是那么有人格魅力 对不对 然后我自己都收不下去了 好没有底气啊 看到没 自吹自脸就是这种下场 我跟你说 而且我通过这个节目 我又找回了自信 就是微博粉丝加了一百多万人 而且我仔细地看了一下我的粉丝 大部分都是女粉丝 你们知道风哥有多可怕吗 他是一个头像一个头像的看 而且我今年有一个特别大的成就 除了上了很多次微博热搜以外 我的几万条私信里面 有很大一部分是找我求婚的 不信大家看一下 有一些他已经加了微信了 你们看右上角是微信 什么下了微信 微信 这是我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还帮你接这下光 我们有群嘛 你专门为这个建一个群啊风哥 我可以说 不止这些年轻的女孩想嫁给我 就连阿姨们 也想嫁给你 就看完这个节目也非常喜欢我 就比如说袁珊珊的妈妈 就看完这个节目以后 他就说 哇 钱锋这个小伙子特别真实 然后特别可爱 那你要不要给阿姨说一下真实的你呢 真实的我就是特别可爱的 然后我也想告诉阿姨 其实我爸妈也是特别喜欢袁珊珊的呢 雪佛你有看风哥在那个节目上的表现吗 没有 这一集都没有看过吗 一集都没看 就是因为没有看我那个节目 所以到现在还对我冷眼相对 看了以后他也嫁那个群 雪佛你看了有那么多女孩子 说要嫁给他 你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挺好的 祝福你 我想让风哥证明一下 因为风哥真的是有很多人喜欢的 比如说现场有没有想嫁风哥的 想嫁风哥的举手 没有 没有 龙龙你确定是要跟我捧场是吗 有两个 有两个 理由 听下理由 听下理由 这个长得好漂亮 我觉得他能带我吃好吃的 都是吃货 这是完全正常的东西 对 所以 介于那么多女孩想要嫁给我的话 我在这旁边再添一个 都有添字的 刚才孟晨也添字 就变成了一个嫁 好的 接下来谁来总结 我 雪佛 雪佛 你是不是听到我是全民动想嫁的男神了以后 按耐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还不是 好冷的 雪佛要写什么字 胖 雪佛也写胖 啊 是一个前锋的 哦 脱 哦 脱 啊 啊 哎呀 雪佛你不会记得我上次的外套脱掉了 哈哈哈哈 其实它有两层的含义 第一层的含义是 我想脱掉头上的名称 就像是男男女神或者小仙女 啊 因为我之前演的角色都是比较耍白甜 但是我看你今年优酷那个《魅者无香》里面就演的好像是一种比较魅惑 比较炫酷的角色 把这颗药吃了 哼 你随时可以踏进这个门 我 就是你的了 雪佛不要压抑自己了 来吧 哈哈哈 哇 你看看你这种人 哈哈哈 哈哈哈 对 就是今年演到这样的角色 觉得很开心 就是有不一样的自己 突破 对 所以我想要脱掉大家对我的既定印象 哦 那还有一层意思呢 我想脱单对 哈哈哈 脱单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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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佛我像有个家 我不许你的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想要拥有一个家是 跟我的家人 更多时间相处在一块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一旦脱单了以后 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处理和前锋这样的 几季下来累积出来的这样的一个 前锋的队上很多啊 哦 哇 哈哈哈 他是专职花心耶 哈哈哈 我有一个提议 要不干脆两个人结拜算了 结拜 结拜 哈哈哈 前锋真的 嘿妹妹 当风哥想要干嘛 想我是你妹妹 哈哈哈 我是你妹妹 哥哥不要 我是你妹妹你干什么 哈哈哈 哈哈哈 结拜还是别了吧 他就想追别人好可怕 你还是希望给自己留一丝的希望 对对对对 哦 哇塞 风哥 风哥你是真的 啊 哇 我本来准备你们结拜的时候是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的 来吧 哇 哈哈哈 你看看 哦 这么个结拜啊 我理会错意思了 哎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当然会帮你了 哎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兄妹对拜送入厨房 哈哈哈 厨房 哈哈哈 哈哈哈 X23全新换彩超大广角 发现更多美 本局会议由vivo独家冠名播出 这就是叫好SUV科迪亚克GT 感谢斯克达SUV家族 特约赞助支持 感谢贝衣美爱加奶粉 三重保护力 等于宝宝的超能力 对本局会议的支持 呜 噜噜噜 呜 对对对 非常好 腿得长 完美 脸 小一点 完美 但是皮肤光度不够 再白一点 不是导演你在开玩笑吗 我的脸怎么白啊 不拍了我 我在跟摄影师说话 这个是Vivo X23换彩版智能美颜媒体 让你瞬间变帅的秘密武器 当年您 别装帅了 这是拍狗狗不是MV 这颜值跟我太大了 我签不计 赶快说台词 四个大轿跑SUV科迪亚克GT 不是所有特工都能猜的颜值作家 从地球到大火星需要极光年 白头引力是否坠入宇宙深渊 生命不知眼前的下海平淡 我想要无限空间的狂妄未来 全新换彩美丽非白 Vivo X23 全新换彩美丽非白 超大光脚释放全新是最感官 世界不管多辽阔心中有磅礴 黑爱换眼对动你的眉眼习惯 男孩女孩都动人的如此简单 多一无二的Vivo X23 前还不是海豪渺无垠的波澜 前山不是山这天彼日的未安 拥有它世界无限大 全新换彩美丽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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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这个厉害了 哎不要坏掉了 哎呀分叉了 大 爽爽爽啊我要来用这一个字 总结我的2018 哇塞 我来到了火星情报局 非常的爽 我火了呀 哦对对对 很红现在 现在我在任何的场合 只要没有在座所有的工作 那这种场合很爽 我就可以掌控全场像你一样的 真的假的 对把所有的全场的这个爆点 就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想爆就爆 哎呀收爆的 哇 这个是我在我个人方面非常爽的 还有更爽的 在2018我爽了圈里将近三十多位歌手 你爽鱼是吧 比如说凤凰传奇啊 啊 鱼缸啊 甚至我的师傅韩红啊 啊哎呦 你看你师傅都爽啊 我都爽过 哎呀你不能这么讲 哈哈哈哈 但是还有一个更爽的啊 就是我被人爽了啊 啊东北大哥吗 什么东北大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谁说东北大哥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把我的那个演员的梦想都给我爽破灭掉 哦他是怎么了 他是让我冬天演夏天的戏 然后演完戏还不给我钱 哦 啊 距离2019还有两天了 这个钱不要 让我怎么跨这个年呢 他的名字是 谁 是谁 大家知道这个水木年华组合吗 他就是卢邓旭 他拍了电影之后 大家都会成为卢岛 这是我2018 让人爽的最惨的一件事情 啊 又喷雪了 哎呀 又喷雪了 哎呀飘雪了 我心有真情 我心有真爱 哈哈哈哈 哇这个好干啊 哎 哎 天呐 我刚刚我刚刚 嗨大家好 我是歌手卢庚曲 也是电影人一首你的导演 啊 还钱还钱 对质对质 到底是什么情况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哥们你就告诉我 你今儿带钱来了 你 没带 哈哈哈哈 来吧 来吧 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 让他来回去补拍 几个镜头 哈哈哈哈 不给钱还补拍 第一次拍的片中还没拿到 我还得去补拍 我把这几年的机器全搭进去了 啊 但是为了艺术 我们必须把艺术会先完成 谈艺术 谈艺术 上有老子 下有养 家里从小有养 有养 哈哈哈哈 小玩感觉捧的不是爽字 是全家老小的照片 哈哈哈哈 哈哈 我绝对不是一个欠钱的人 你确定吗 卢导 哈哈哈哈 有一篇有个渊源的故事 我来给他讲讲 你们分一下我该不要给他钱 好 我们俩第一次见面 他说哎呀 卢哥 你什么时候到下一部电影 我能不能去 哪怕只是客串一下都行 主动请阴的 对 当时我脑袋里一想 肯定不行啊 因为我当时在准备一生有你 都是演青春片啊 都是那种 帅哥啊 帅哥都很年轻的那种 我怎么就 但是当时表面我还是答应了他 哎呀 仗义 后来我灵光一闪 说小文虽然长得面相老了一些 但是我可以把里面的角色 设定为一个长相 就是非常着急的一个大学生 非常着急 改了剧本 改了剧本 特式演员 不单没客串 而且让他做一个主演之一 哎呀 那你得给钱 对 你看 对呀 你们说好吧我要钱 应该倒给 专门改的剧本 如果一部电影 根据你的形象 量身打造一个角色 你应该到底给钱 真的你知道吗 我们当演员呢 特别想拥有这样一次机会 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角色 多难啊 导演为你定制了一个角色 你还敢要钱 对对对对对 混哥你知道我等这样的机会 等了多久了吗 过年只有两天了 你怎么能够欠卢导这个钱呢 先道歉 再付钱 还钱 不是 你希望没有缘 不用着急 不用着急给我 不是 我觉得有文化太可怕 因为卢导完全颠倒了这个事实 我都刚才差点信了 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紧忙地为她调整了一个多月 四十天的档期 那四十天 其实我推掉了好几百万的演出 所以我真的是 真的是就是 那个时候 完了我以为 没想到后来 哎呀真的 没想到后来 你真的把自己所有之前的积蓄 都放到了两部电影里 对 主要是这一部《一生有你》 是一个经典的校园民谣 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唱 你们会唱吧 会 多少人才爱 第二 你可以唱 可以唱是吧 多少人才爱 对 毁了毁了毁了 戏本来就不好看 你在整个歌也毁了 好 电影的第二个优点 这是一部根据清华大学 一个真实的感人的爱情故事改编 而且也实景在清华大学拍摄 哦 哇 第三个特点 就是这个电影 根据我 高晓松 李剑 朴树总 真实的原型 进行改编的真实的故事 哇 期待 期待 这个还真的让人期待 鲁岛 我先补充一下 我这次要站在金志文这边 我昨天来的时候 是跟鲁岛一个飞机 然后我们登机的时候 先打了个招呼 特别冷 冷得我这样 鲁岛走我前面 忽然转过来 姐姐 我感觉你很会演戏啊 是不是一样的 对 他说你知不知道 前年金志文可演了我的戏啊 我就有一种独特的眼光 能从歌手就感觉到 他有演戏的风格 他招我演戏的时候 就提的杜海涛嘛 哦 海涛演过 对 然后就当场给我看一个片段 你觉得这个角色 你能不能演下来 我特别兴奋 上面还在设计 但是 听了这个是没钱的 那这个 我也讲集杰 如果你接了 你明年站这就是你了 对 因为我知道 很多特工都有演戏的天赋 对 比如说 前锋演过 前锋 前锋 对 但是 杨迪你别跑 主要你现在已经要实力派过渡了 没事 我可以当特型演员 卢导 对 这样我抓着谁就算太多了 我的天哪 这个叫避之而不不及啊 没有 没有 不至于不至于 导演相助我们来看 卢导 他演的那才好呢 卢导 我可以介绍一下杨迪在圈里有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 只要是作品好 他从来不要钱 对 他是一直追求艺术的 对 追求梦想 是 杨迪还喜欢投钱 对 他会代资金座 对 他代资金座 没有 这样 我要跟你尤正说几句话 你演的非常非常有喜剧天赋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 你自己演的就是只是客串那么不到一分钟 几个镜头 对 你来我的电影 可以让张主演 四十多天 没钱 绝对是主演 没有台词 放心我想好我的理由了 没有了 不是理由 是这样的 卢导明年我的时间都给余震老师 他如果我尬实际他会骂我 他微博上 呃时间会定 按主演的时间来调整 好的卢导既然话已经撂这了 快跑吧 哈哈哈哈 放心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 你叫一声 绝对来客串 好吧 主演不是主演吗 绝对来主演 场上你笑叫谁 我帮你都叫 我不能一个人下海 哈哈哈哈 既然老卢来了我们也坐在这里开会 好好好 来来卢导 我觉得其实这是众人食材火焰高 不单是在这个里面能够把自己的梦想放进去 同时也能够完成一个朋友的梦想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支持明年的毕业季 卢根须导演作品 一生有你 谢谢 大麦大麦 大麦大麦 大麦 肯定大麦那时候会接到我的流量 因为我红了嘛 哈哈哈 我觉得接下来应该要年轻人来总结一下 成功的功 中 中 坑 坑 坑 先说一下我这个功 第一个功的话 因为今年其实是我第一年出道嘛 然后呢 首先呢要非常感谢一下支持我的粉丝们 然后要 因为我能出道都是他们的功劳嘛 能够一路陪我们走到现在对 这个重字是由三个人组成嘛 对 所以我想说感谢我的队友们 我们七个队友一个扣一个 离不开的队伤 新春加油 而且七个人总会有人气的高低这种 然后有的时候就会有人就是 发表一些言论说 呃 苍热度啊怎么样 所以就有时候会刻意地去回避 完全没必要 像娜姐那个时候 她真的喜欢谁 她就会大量地和她玩 发她的东西什么的 那个时候娜姐就会被一些影像话说 娜姐真是谁红跟谁玩 这个时候我会马上站出来 你看我这么不红 娜姐跟我玩得特别开心 所以你知道 娜娜把你留在身边的真正目的 哈哈哈哈 就是为了一个埋的一个暗线 任何时候都有个说字 对 所以娜娜真是聪明 不是这个意思 我要讲的不是 然后还有一个功就是枯功 哦 枯功 因为我其实蛮想挑战一下演技的嘛 然后上次我就去见了一个导演 见了一个导演 哇 见了一个导演 导演 导演 导演来了导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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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演戏但我不用钱 我爱艺术 刚才根据我的这个观察 我觉得你肯定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又是没到 哈哈哈哈 我打好耳熟 我仿佛刚刚才听过 呼吸只是 演技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它不是大局观的东西 不用介意 你看不是大局观的东西 只有不好的导演没有不好的演员 哦 那加斯汀我们只能是这么来给你诱导啊 如果有一天悄悄地告诉你 哎 杨迪你师父不行了 哈哈哈哈 你可以放一张师父的黑白照片 哈哈哈哈 你今天过年的时候 你去拍一张那样的照片 拍黑白 面带微笑 不不 扑不出来就算了 哈哈哈哈 这个坑呢 不是说我游戏打了坑 也不是说我自己坑 而是说我踩到了一个巨大的坑 你是说真的那种坑 不小心 哈哈哈哈 不是啦不是啦 就是一个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一个坑 就今年年初的时候嘛 有一个人跑过来就给我递一张名片 你想红吗 当时我也就不懂吧 就迷迷糊糊糊地 被他带到了旁边的一栋鞋子楼上面去面试了 他们有个老总就出来跟我讲 老总啊 你这个天赋啊 真的特别的大 希望你呢 不要浪费你现在这个才华 哎 跟卢导说的话很像啊 哈哈哈哈 你是卢导吧 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有特点 哈哈哈哈 你给我交六万八的培训费啊 我保证 我们把你打造成中国的第二个无一万 但是啊 交了钱之后啊 最多的时间不是花在训练上面 花在开会上面 那个老总啊 经常会给我们训话 你们这群优秀的孩子呢 现在是我们公司 主要做的一个预备男团 你们现在已经跟普通的练习生不一样了 你们现在要 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份啊 注意你们男团的这个形象 即使是坐在地上啊 也不能丢了男团的气质 啊 怎么做 普通的练习生啊 可能是这样做的 就是老曾那边讲课嘛 啊 啊 这样做 哎 男团的 这个我知道 我也我也这样做 一起一起一起 一起一起 男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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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 超帅 超帅 哇 超帅 好帅 刚刚那个画面 怎么了你是一个明年就要出嫁的女孩子 哈哈哈哈 哈哈 矜持一点 不是我代表他们喊 哈哈哈哈 后面呢就觉得 嗯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因为前段时间嘛 就一直给我们开会开会 画饼画饼 就觉得 我不能把就是自己的时间浪费在这种地方 然后就下定决心 就离开了这个坑 就感觉2018年是也成为了一个是家人的依靠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找到了我自己的依靠 哦 以自己的依靠 第一点说家人的依靠的话 就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从我出生了之后家里就开始负债 所以我到现在也觉得 我是不是一个比较倒霉心的感觉那种 本来也没有了 小的时候其实家里突然来了一些陌生人 然后妈妈就在那边陪不是啊 有一次突然冲到我的班级 然后就抓住我这样子 然后就问你妈妈在哪 然后类似于这样的 我清晰的记得她的那个表情 然后当时那一幕其实给我造成了挺大的一个阴影 然后也是现在在公司嘛 所以每个月可能会有一些稳定的收入 虽然只是很少很少的一小部分一小部分 但我至少在帮家里慢慢的去还占 挺好的 最深刻的有一天晚上我妈发了微信给我 孩子你现在已经长大了 你现在是家里的依靠 你一定要好好地注意这身体 当时那一句话听到 我是 其实说真的有感觉到压力 但就觉得我终于能为这个家去 做努力 献上一份力 其实西坎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自己当时心里面会有一个所谓的阴影 就是从我出生的那一年开始 家里好像就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你要反过来想 家里有可能是用当时以及未来最好的一切 换来了一个更好的女 是 第二点是我找到了依靠 一方面是小尾巴 然后还有一方面是火星大家庭 太棒了 好棒 懂事的孩子 超懂事的 好 接下来 谁来 我来吧 来音乐 你要得要写什么 呀 丑心 哎呦 好丑啊 我的天 这什么 嗨 嗨 嗨 对对对 2016年的时候局长就给我赠了一个字 好字 我今年一般年给自己总结一个嗨字 好嗨啊 感觉人声音机导弹了巅峰 哇 哎呀 哪个DK在砍了在砍了 算了 不是这个意思好不好 我的嗨呢 其实是可以打招呼的那种感觉 嗨 嗨 因为我在2018年接触到节目的类型已经 杂到多种多样 所以说对每一个在新节目上认识的新的伙伴们 我都会说嗨 嗨 你们好 对 到了年终的时候就录了勇敢的世界了 哇 这个节目真的是很嗨 很嗨 让我们录影的所有嘉宾都燃起了那种浓浓的胜负欲 好像乔恩跟你录过 我和乔恩姐还有杜江哥 有一期我特别难忘 因为他们的那个表现和我平时看到他们都不太一样 当时我们三个是隐藏特工 所以我们所有人都要打我们三个人 我们特别特别紧张 然后我们当时已经身份暴露了 我们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召唤空头 我们要在靶场召唤空头 这个信息一定要说出来 我们三个人经过那个桥的时候已经说了 但是导演组互相之间 那个儿反好像没有通信 就每个人都以为我们没有说这个话 我们刚刚走到桥上的时候 有个导演从旁边上 你们快点说那个 你们要在那个靶场召唤空头 我说我知道 我马上就说 我说好 我们要在靶场召唤空头 好的 我们说完了 OK了 然后我们就很紧张 因为后面有人追我们 我们在聊这个事 一过那个桥 我们正在找地方隐藏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导演冒出来 你们快点说 你们要在靶场召唤空头 那一瞬间 乔恩姐一下子爆炸了 疯狂了 乔恩姐说 好 我来说 哪个镜头 这个镜头是不是 我在靶场召唤空头 那个镜头是不是 我在靶场召唤空头 那个机会是不是 我在靶场召唤空头 那个机会是不是 然后正在这个时候 下面有一个航拍过来了 乔恩姐 对着照片 哇 在靶场召唤空头 我的天哪 那个节目的胜负欲 就让我们到这种地方 我说好 没事 没事 我们这个信息已经植入进去了 可以就放心了 我们最后拿完空头以后 正要找个地方躲 突然从角落里面冒出一个 男生的编导 哎 你们刚才说没说 要在那个靶场召唤空头 然后 我看到了我有史以来 杜江最可爱的一面 杜江说 哪个镜头 这个机会是不是 我杜江 2018年6月20日 在此刻 此时此地 召唤空头 我们三个召唤空头 把我们整个召唤爆炸 但是这个节目真的让我们很嗨 也结下了这种情谊 我觉得很棒的一个节目 但是呢 这个嗨字最后还有一个用法 就是 深叹一口气 唉 就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发生 我真的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对我来说 也意义非常重大 那个时候 我和我另外两个朋友 在吃饭的时候 我那个朋友突然推送 他说 啊 金庸去世了 我那个时候正往洗手间走 我没有想到自己就是边走的路上嘛 我累就下来了 一下就哭了 因为我觉得就 真的让我们察觉到一个时代的过去 因为我想到我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看金庸的一些书 金庸给我营造了非常正能量的一个人生观和价值观 他里面那种狭义的精神 我一直都觉得应该学习起来 包括那个黄明浩 我当时给他赠那个礼物的时候 我就说 你要黄小霞 是 因为虽然我们现代就是好像 没有那个传统意义上的江湖了 但是我觉得 只要有狭义精神在 任何地方都是江湖 我有金庸先生的签名板 我可以送给你看一下 我看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那个2018年就是 嗨字嗨嗨嗨嗨嗨嗨的一些起伏的情绪 谢谢 非常好非常好 那接下来朱真了啊 我先要感谢一下大家 因为火星 我们每个人能够发现更好的自己 担心我待会写完这个字 可能情绪不是一个感恩的情绪 而是一个有可能带着未来一种畅上的情绪 哇 那么厉害 这个好 我真的有一种感觉是 贫穷富有健康或疾病 都有经历过 刚刚是婚礼的婚礼 婚礼的婚礼 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一个总结 还是应该要留给明年 来 哇 哎呦 写的很好 这儿好 就这个对得起老朱家 这个渊源 哇 写的好写的好 写的好 燃 2018年 我觉得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还是留给我一个特别燃的一种感觉 因为我感觉啊 我要说的这个点 是和2.8亿电竞粉丝一起在燃 因为IG战队让中国电竞粉丝 在等待了7年之后 到了2018年的那一刻 赢得了全球总冠军 因为我当时人是在现场 所以我要把这个燃字 留给自己内心的一份撞击 因为当时我在现场呢 还有一段外场的连线 好的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 LTO的助威嘉宾 知真老师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哈喽 宇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朱真 哎 加油了 其实在外场连线的时候 我还上了热搜 而且是那么多年 朱真主持四个次上热搜 都让我都觉得 哎 跟着英雄联盟一起 对 做了一波热度也好 去分享了一波 人生的那种感动和感悟也好 有 至少这一波的记忆 都装在我自己内心了 其实真的是大家用自己的方式 在庆祝着 自己青春的一种圆满 你知道 就大家心里面的那些 所有压抑的这些情绪 期待的情绪 对 突然间点燃释放 爆炸的那种感觉 是的 所以就我感觉 从头皮到脚趾 每一寸的血液都会燃烧 因为我是觉得 那句话叫 英雄一起去超越 也留给火星 但愿和各位特工 从2019年 我们一起去超越 好 谢谢大家 好 我觉得年轻就是内心要燃烧 如同老卢一样 现在依然内心还燃烧着一个 电影导演的这样的一个梦 这也是一份人 对 对 每个人比如说希望摆脱自己的某一个标签 其实也是内心有一个愿望在燃烧 想出嫁也好 想成功也好 我觉得所有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届 其实都是内心有一种力量在燃烧 其实它就永远也不会变老 局长写个字 局长 局长 好 局长 好期待局长写什么字 哇 哇 这个字是一个草书的安字 旁哥签个名 签个名 落款 落款 哇 哇 年轻的时候呢 每个人都希望胆子很大 什么事情都可以来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 我是希望什么事情都不要来 因为我希望平平安安的过生活 但是生活不会像你想象中的那么的平顺 你即算再希望平安 好的事情也会来 不好的事情也会来 所以我想起了王萌先生的一句诗 就是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来编织你 我希望到了四十岁之后 我能够有这种勇气 有这种豪情 不管是离成功差一步 还是回归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阻碍 还是想把自己嫁出去的过程当中 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不如意 或者是身上的标签贴得太紧了 想脱也脱不掉 但是我们依然要有这样的勇气 爽约的人有 被爽的人也有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还有朋友让你去爽 还有朋友来爽你 我觉得这是快乐的 成为了家庭的依靠 这是一个男孩到一个男子汉 这样的一个转变 田园有一些小小的疑惑 心里面有太多信念了 断掉一些东西 把自己过得单纯一些 只有这样 你才有可能获得不断的成功 其实成功不见得是向前一步 有的时候往后退一步 也何尝不是成功 众志成城 三个人真的就是江湖 有江湖就要有侠义 有江湖就要有付出 就要懂得去帮助 即算前面有坑 你也要敢于为朋友 去填这个坑 因为只有你帮朋友填了坑 未来你的坑 才会有朋友去扶你 去帮你 只有这样的话 我们的人生才能够过得 是那么的嗨 好嗨喔 那么的快乐 其实嗨这个字呢 也是海口 有了朋友 我们才能够在困难面前 夸下海口 我不怕 我不是一个人 我身后有一柱火星人 在帮自己 这是我们夸下海口的勇气 误会 人生总难免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心中有火 我们燃起这把火 把所有的误会都烧掉 让误会成为我们青春的燃料 好 这个如果你们不嫌弃 待会儿谁得了谁可以拿走 不是 谁得了谁拿走 得了拿机票 没得的拿走 也可以 好了 我说过啊 这一季 谁的徽章最多 谁就有权利 选择地球上任何地方去旅行 这枚徽章现在就在我的手上 有请杨迪和刘维站到中间 我们要干嘛 哇 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是我们在十多年前 做超级女生和快乐男生的时候 我跳了 站到后面去 我拿走 不不不 我要拿这个了 都不能回头 好讨厌 每一个场上的高级特工 包括龙龙 老卢 四位地球代表 我叫上一个人 不要玩这个 你就站到他们的身后 我这样的 好 第一位李希侃 你支持谁就站在谁的背后 好难啊 三 二 一 好 第二位 刘维斗的 为什么要这样啊 我们又不是超级女生 对不起了师傅 没事没事 对不起了师傅 好 接下来老卢 我要退赛 接下来 现在反正你们也不能回头 反正学书有点大啊 哇塞 咋的了 天啊 接下来 绝福 好 目前的票数 只有一票之差了 好 接下来四位地球代表 来 请上场 哇 最关键了 好 蛋豹 请选择 他现在还没有选择 现在还没有选择 好 秒数 好 小军 小军我知道应该会斩谁了 我要折磨我们俩了 小军 谢谢 谢谢 辛苦了这一季 为什么要这样 来来 局长 局长 今天是在干嘛 局长你要折磨谁 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们两个 局长算了吧 我们剪刀石头布 对我们剪刀石头布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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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吃了 就是这样 我两票好不好 好 三 二 一 现在 唱票 你们那边 好 好可怕 只差一票 只差一票 双方的票数已经出来了 二零一八年火星情报局第四季 太惨了 王牌特工就是 是 等一下这个人 洪涛老师你来了 获得这个奖项的是 他的名字 是两个字 都是两个字啊 是长头发还是短头发 两个人都是短头发 两个人都是短头发 哎呀这么长 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 他 就是 还要现在感谢客户啊 有有有有有 我累了我已经累了 我 你头发我要 好好好来啊 这个人就是 三 二 一 谢谢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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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次不是说了 想回安山吗 安山的票我给你买吗 我们一起走 开玩笑了 多带一个人又不会怎么样 哎呀 对 我在这里宣布火星情报局 第四季的 拳击王牌特工是 杨迪 来 大家都 飞港来了 人籍 我 杨迪 你来 所有 所有 你是我见过喝汤的对 为了好的人 对哎呀我也要把它 你手上没手自不好意思 就这样 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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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hau 你看 我不是大男的 你 你三个 拜托 好男的 太年纪 我带到了 喵喵 哇 这个是炫彩的 这个是 十二个喵喵里的终极喵喵 她集合了前十一座 火星神碑的所有的 吞灭天赋 能够吞灭孤独上瘾 猜疑疲劳虚伪衰老 自卑贫穷 所有的负能量 所以她叫做 吞灭小金刚 太棒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所有的人都参与 选出了我们的王牌特工 而且也非常非常圆满地 结束了 所有人都非常不舍的 火星情报局第四季 但是 火星情报局的情谊 永远都会在 大家永远都是 火星情报局的人 任何时候 我们只要聚在一起 有我们的地方 就有燃起来的火星 再次谢谢所有的 陪伴了我们这么久的 屏幕那一端的朋友们 感谢你们 鼓励我们 支持我们 批评我们 包容我们 感谢现场 每一位亲爱的朋友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是 第四季就在大家的呵护当中 就这样 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第五季再见 拜拜 好 结束啦 pressure 快点 快点 到了 出品 要快点 带车 开车 开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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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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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